难道没有吃过鱼子酱的人 不配得到这些男明星的尊重吗 在节目中 孔雪儿赢的比赛 获得了品尝鱼子酱的资格 但从没吃过的她 显得有点尴尬 这时 华少在一旁 满怀优越感的 为她科普鱼子酱知识 知道吗 鱼子酱就是这么吃的 是不是要给你搞碗泡饭 好不好 一旁的工作人员 将盛好的鱼子酱递给孔雪儿 告诉她 可以先用时间尝一下味道 这时 她身后的一众男星 齐刷刷地盯着她 生怕错过一场好戏 考虑到当众舔食物的动作不哑观 孔雪儿犹豫过后 选择大口吃掉 此时 华少又开启了她的优越模式 一脸嫌弃地吐槽她 你在嗑瓜子吗 一旁的废起鸣 更是乐到快要跌进湖里了 此时 表情淡定的人嫌奇 跟起她笑得前仰后合的男明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些男明星真的太下头了吧 陈思诚作为过来人 完美地解释了什么是成功人士 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这是欲望 我觉得欲望是不可回避的 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些女人 好色也好或者什么样 其实是自然 把自己的花心归集为是自然 自然听了都要说一句 这锅我不北 到底是现在我们的婚姻 是正确的一夫一妻制呢 还是古时候的一夫多妻 在魏魏眼里 女人干家务就等于男人其余的恩赐 表面上看起来是她照顾我 但其实是我在努力地让她来照顾我 家里我从来不做饭 不是我不能做饭 我如果把饭做了 她干什么 她没事情做 这么情形脱俗的理由 连倪萍都表示 活了60年第一次听说 我让她感到没有她 天哪 我活到60岁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念 杨幂录制时穿了超短裙 不知道哪里让华晨宇觉得不舒服 褲子每次穿的太短了 真的 你好保守啊 真的 每次穿的我都不好意思 都2022年了 还在用穿搭衡量女性吗 换一个腿 累了 拉眼睛拉眼睛 还好我们大秘密不是好惹的 一句话怼了回去 你干嘛了 要说最让人吓头的 还是当众贵韩星的边缘主持人杜海涛 这一贵让全晨龙尴尬到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 也让李湘吓到想当众道歉 但是杜海涛凭借憨厚的人设 逃过一次又一次的网络舆论 而且还利用在快版赚来的人气开了连锁火锅店 有慕名而来的粉丝发现有卫生问题 于是向相关部门举报 经过一番调查才发现 何止是卫生问题 该火锅店甚至连经营许可证都没有 这些明星真的是无下心 已经32岁的刘宪华到底是真天真还是假无邪呢 在节目里 他想让狄厉六八把枕头塞进玩偶府里 嘴巴还时不时的蹦出一些虎狼之子 快塞星星 你自己塞 你帮我 你快自己塞 我真是醉了 哎呦 你用力啊 什么 不是 什么 你塞啊 塞塞塞 用力塞 你不要手 不要用力塞 你别人来 在察觉到热巴有些抗计的情绪后 竟然开始对他撒起了娇 我现在很热 你不要生气要不好 你对我好不好 对我好一点要不好 没有没有 你要冷静冷静 我很冷静 想必此时热巴心里 一万个无语 好不容易把枕头塞了进去 突然 裤子里的手机又响了 刘仙华又要让热巴 帮他从里面把手机拿出来 我不是这种人 可是你要帮忙我 我不帮 我不帮你把枪 我接电话 要接电话 对于异性敏感部位的接触 迪力热巴肯定是拒绝的 隔着屏幕都感到满满的窒息 我接着你 我接着你 你不帮我